朋友们 这一期又值钱了 今天我们一步步拆解一下 打造真正好用的知识库问答系统 比如说AI客服 个人助理 它的背后总共有几步 我们看到这个图 这个就是整个大模型 根据知识库问答的过程 第一步 上传知识库 这步你看 我们想上传的一些原始数据 网页 表格 PDF 甚至图像 音频 这么多不同的格式 所以我们就得有合适的工具 来读取这些不同的文档 例如用OCR处理图像中的文字 用语音转文字来处理音频等等 数据转换成了文本之后 那第二步还得切成一小块小块的 那么我们怎么切块呢 是按100个字一块 还是一行表格一块呢 如果分的不好 可能就把你文本里的语意都给切碎了 它就不是一段完整的话了 所以我们还要选择合适的分割方式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根据文档结构 来智能分割的一些东西了 第三分割好的文本 还要转成AI能理解的数字表示 变成词嵌入 embedding 这个需要一个合适的嵌入模型 如果你处理的是专业领域的数据 那有的嵌入模型可能都不理解 你说的有些专业术语的语意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微调过的嵌入模型 第四步把你的这些向量数据给储存起来 这时候就取决于你的数据规模 和查询的需求 得选择一个合适的向量数据库 那第五 你存好数据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用户开始提问的环节 用户问问题呢 有时候提示词写的不好 到时候查询起来 我根本就看不出 跟数据库里的数据有什么关系 所以啊 有时候你可能还需要一个小模型 来重写或者是扩写这些用户提示词 第六 你得把用户的提示词也转换成向量 那用的呢 就是刚刚处理知识库的同一个嵌入模型 那第七 从数据库去找跟我们问题相关的片段 这里呢 会有一系列索引的方法和度量标准 什么余闲相似度 欧视距离 第八 从数据库召回了这些相关数据之后 如果数据太多了 或者还有一些相关性不是那么高的数据 那直接都发给大模型 可能会造成干扰 所以啊 你可能还需要一个排序的过程 决定哪一些数据跟用户的提问是最相关的 在选择性的发给模型 那第九 你拿到这些数据之后 你要发给大模型吗 其实你还得设计一个提示词 把拿到的这个资料 跟你原本的问题拼接起来 一起给到大模型 那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是这样的 非常的粗糙 那大家也知道 提示词如果写的不好 大模型的效果也会跟着不好 所以这里的提示词怎么设计 它又是一个问题 第十步 那这一步我们又会回归到 我们用什么样的大模型呢 可能某个模型很会写代码 但是中文又很差 你是选择一个通用大模型呢 还是根据某个领域微调过的大模型呢 这也不太一样 那最后 即便大模型生成了答案 它还可能并不是用户想要的形式 或者是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所以最后一步 我们可能还对模型的输出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像Cloud有一个工件 来展示代码运行的预览效果 又比如说充当心理医生的AI 在最后一步 它再过滤一遍AI的回答 来确保是有利于人心理健康的 那以上呢 就是大模型查询知识库问答的过程 上一次 我们在别人搭建好的工具 Anything LLM上 实现了本地模型加知识库 它里面其实是自带了这些基础的工具 帮我们完成了这些事 其实AI入门上手很简单 都有现成的工具 但是要真的做好非常好用的产品 或者是自己的个人助理是需要下一点功夫的 不过其实很多是工程问题 或者是你对要解决的问题的理解 它不是说你必须要有很牛的科研知识 才能想出什么解决办法 所以大家不要对AI太过的恐惧 积极地学习和找自己发挥智力的部分 好了 如果你有一点点收获的话 请鼓励鼓励自己 把我行了打在公屏上 并且点赞收藏关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